好 现在我们都知道所谓不纯砍头的蜂蜜 其实只是夸大的广告词 大家不会真的去相信 但是有学者最近检验市面上的五件蜂蜜 其中竟然有三件连一滴蜂蜜的成分都没有 全部都是人工糖浆加色素 这实在也太夸张了 蜂香上全都是秘密麻麻的蜜蜂 为的就是采集蜂蜜 不过却有好几款蜂蜜经过检验 里头居然一点蜂蜜的成分也没有 有学者接受委托检验五款市售的蜂蜜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因为三件样品分别来自云林 台中 都不含蜂蜜的成分 另外一件标榜纯蜜 居然人工果糖的含量高达六成以上 学者认为已经对消费者造成欺骗 有业者提出检验方法 真正的蜂蜜因为带有花粉结晶 颜色看起来比较浑浊 如果是假货 颜色比较清淡 比较透光 还可以清楚看见罐子后方的手指头 而真的蜂蜜闻起来有花香 喝起来还有微酸味 而假的蜂蜜因为含有玉米糖浆 香气比较不明显 而实际来到台中这家食品业者 这是被点名的其中一家 业者拿出许可证强调 这是上游厂商批货来的 他们则是负责销售 现在被质疑不是真的蜂蜜 已经全部下架 风农表示因为今年农野花的开花期 刚好遇上雨季 让农野花的数量大减 连带也造成蜂蜜减产 现在被验出含量不纯 卫生福利部将可依法 对业者开罚20万 接着点健身 台中报道